大公報 泛泰批反對派對人不對事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4大公報信 記者公學名報導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黎泰質疑反對派對人不對事 針對行政長官兩真英 故意拖延審議創新及科技局 范徐黎泰又指出 新國家安全法絕非針對香港 直言港人不要太無知 建議當局在教育上多做工作 讓港人明白大局 無需猜測特首人選組前有傳言 稱兩真英會在明年一月離任 范徐黎泰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明 不相信有關傳言 他認為 民意難以預測 時高時低 中央不可能因為部分人不喜歡現任特首就貿然去換人 他補充 除非行政長官做了法律不容的事情才會出現 有關情況 但就看不見兩真英有做出這種行為 部分反對派處處針對兩真英施政 范徐黎泰坦然 現時行政立法關係較以往差 並表示在自己擔任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就覺得兩者關係有改善的空間 他又質疑有議員阻撓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是對人不對事 因為梁振英緊張創科局 故意拖場審議 梁振英日前表明自己現時未有計劃各族連任 對此 范徐黎泰認為這是標準答案 不代表什麼 而梁振英是否適合連任言之上組 早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獲得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握手的機會 范徐黎泰讚揚曾俊華是簽職的財政司司長 但不知道他是否受到祝福 認為大家無需猜測特首人選 《國抗法非針對港反對派》早前就新《國抗法》炒作 《大搞危言聳聽的把戲》 范徐黎泰讚頂截鐵地表示 《國抗法》不是針對香港 更反駁中央在佔中後要立《國抗法》的說法 直言部分港人吾好感無知 認為中央沒可能為你香港立一條國抗法 此外 國際足協早前要求香港足總關注港隊 在上月兩場世界杯外圍賽 開賽前有港隊球迷向國歌布以虛聲的情況 范徐黎泰指 球迷無論對執政當局有任何意見都應該支持國家 他又認為 以港人的素質 要外來機構提醒港人要尊重國家 是有點醜 對於有聽眾致電時指他被內地統戰了 范徐黎泰文然後大小 他坦然 其實被統戰不是那麼可怕 就像有人認同美國或歐洲的做法 其實是接受對方的價值觀 他認為 能認識對方多一些 又可以平和地向對方解釋自己的想法 這是好事 彼此討論過後就會了解多些 范徐黎泰也對港獨然行感到遺憾 認為這種現象影響了內地同胞對香港的看法 他建議當局在教育想要多做工作 讓港人對國情有客觀瞭解 但非觀書式 讓港人明白大局 對方誤會覺得是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